現代人到今時今日 依然有很多人會相信星座、運程之類 所以我們在電視、網絡上都會看到不同相關的資訊和內容 每每有人認為這些就是迷信的時候 信的人又會有他自己的一套說法 他們會用什麼古人的智慧之類的說法 為星座迷信來辯護 我見很多人都嘗試用這種說詞來說服自己 迷信是沒問題的 可見現代社會的科學教育的確有很多漏網之餘 但在網上我很少見到人對星座迷信有很有效的反駁 即使有些人是否定星座迷信的 都會用了很多奇怪的論點 所以今天由我來為大家解釋一下星座迷信的問題 還有否釋一下星座和科學之間的爭議 大家好我是雪雪客 好久沒見 其實星座迷信的問題我已經不止一次想說了 之前我也有講過一下星座的問題 但沒有完全講過 上次只是用星座來引入講一些自學題目 就是關於理性的不知道大家記得嗎 早幾個月過年的時候網上電視 很多講運程的東西都令我想說一下星座 想了幾個月之後 終於因為想不到其他題目 就拿不捨星座這個題目 其實聽到我片頭的說法都會知道 我認為相信星座這件事是迷信 是有問題是不可取的 其實不是specific指星座這個單一的項目 包括什麼八字紫微斗數塔爐等等 讓這些星座可以沾算未來的東西 我都認為是有問題的 雖然略有不同 但及後我一律都會用 尖聲這個字來統稱 就是所有這些沾算的東西 無論在東西方的尖聲 每每每都會聲稱一些星體 會影響人的性格和命運 就像我們平時說的太陽星座 就是我們出生的時候 由地球看天空 太陽在黃道的哪個位置來決定 而這些天上的星座 或者其他來源的神秘力量 就會影響到我們了 但當我每次問到 這些神秘的力量到底是什麼 答案要不就是 顧左右而言他 要不就是在掃除古人智慧 古人才發現到一些奇怪的力量 但其實這種神秘力量的存在 其實是一種很激進的主張 這種主張激進在 現代科學的儀器 都探測不到的情況下 這種神秘力量的操作規律 竟然會被古人發現到 其實真的很反智 今時今日的科技竟然覺得2000年前會看到多些東西 這種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崇古思想 即是古代人要女人摘腳 我們就會覺得這些是封建 但古代人拿星體來算命 我們又會覺得是充滿智慧 當你質疑為何這些神秘力量沒有科學實證的時候 他們就會開始說 科學很多東西都發現不到 可以吹科學的局限 哇 占星就是科學證實不到的東西 甚至會反諷 不信占星的人就是眼光太黑暗 接受不到現在科學解釋不到的現象 說得好像信占星反而比吳信更加進步 真的很瘋 那我們就先來講這個所謂科學的局限 的確科學是有所謂的局限的 科學有它想處理的問題 和它處理問題的方法 正如我曾經在科學的影片說過 每個時代科學都有那個時代科學 認為要處理的問題 顯然 占星的問題不是現代科學要處理的問題 所以所謂科學的局限這個說法 聽起來很自然之有利 再加上迷信占星的人會認為 占星異常那麼準確 所以對占星深信不疑 認為有某種力量去引導我們 而這些力量就是現在科學不會處理的問題 而占星就是揭示這種力量的方法 並且宣稱占星只是非科學而不是偽科學 也就是這個只是科學不涉足的領域 不代表這東西是假的 但當然啦 科學又怎會放過這種封建迷信呢 1975年就在186個科學家有一個知名的statement Objections to Astrology 姑且亦做對占星學的反對 當中提到那些什麼天清座啊 處女座啊 離地球好遠好遠 無論是重力還是輻射 對地球的影響都是微乎其微 占星會相信這些星座會影響人的性格 甚至命運根本是荒謬 當中的機制根本解釋不了 所以就不應該相信 但其實這種說法呢 並未可以充分地解釋到 為什麼占星是偽科學的 因為缺乏機制去解釋 並不代表它就是偽科學 即使是科學的理論 都有可能在剛剛提出的時候 是沒有機制解釋的 就例如大陸飄移學說 一開始提出的時候 就是沒有機制解釋的 所謂的大陸飄移學說 即是地球原本是一大片陸地 然後慢慢分裂做現在的 七大洲五大洋 大家應該都聽過啦 所以不可以說機制不明就是偽科學的 而講到科學呢 很多人都會很喜歡說所謂的可證毅 可否證勝啦 或者叫做 科學是可證毅的 而占星學呢 就是不可證毅的 即使遇到反例呢 占星的人呢 都只會自圓其說 不過占星是不是真的不可以證毅呢 其實嚴格來說 我們可以透過統計後的手法去證毅啦 統計不同人出生當日的 星象和性格滯餘的關係 當然也可以說啦 即使有相關的統計證實是沒有關係的 相信占星的人呢 依然會找些說法去自圓其說啦 他們面對反例的態度呢 是置之不利或者說強行緣回來 不過事實上呢 科學都不一定有可證毅的特性 這點呢 我在之前講科學之後的影片也講過啦 想聽詳細的就可以看回又上那個影片啦 而其中最重要的例子就是 當初提出萬有引力的時候啦 月球軌道問題呢 並沒有成功否證萬有引力 牛丹見到月球軌道跟他的計算不一樣 他並沒有因此去放棄萬有引力理論 所以提出科學理論的時候呢 並不一定是可證毅或者可以懷疑的 因此即使不可證毅都不可以充分解釋 為什麼占星就是偽科學 這個時候呢 可能有研究過天文的人就會提出占星的科學問題啦 就例如綜合歲差問題啦 這個問題呢 你要講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其實有點複雜的 最簡單的理解呢 就是無論你怎樣定義一年啦 回歸年 恆星年都好 每一年 同一個時間 天上星星的位置呢 都略有不同的 如果星星的位置是不同的時候 為什麼每年同一日出生的人 都是同一個太陽星座呢 而且這裡的變化日積月累幾百年之後 為什麼幾百年前的占星 到今天都是一模一樣呢 明明星幾百年已經轉了很多了 順帶一提啦 其實連黃道面本身都會動的 既然星星這些天體和地球的相對位置會影響到人 那當這些相對位置有變動的時候 占星為什麼一成不變呢 這個是所有占星都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啦 第二個問題就是 甚至有人真的統計過出生日期和性格智力的關係 最後是當然沒有發現有任何統計意義的相關性在那 所以有些人說什麼 星座是統計學這些其實都是talksheet的 因為統計學根本就是否定占星的結論 而占星呢 似乎從來沒有打算去回應過這些問題 但是 我們有再想一下 一個理論存在問題未解決 是不是代表它就是偽科學就是假的呢 其實即使是現代科學啦 都有很多未解決的問題 就例如量子力學和相對論有不相容的問題啦 但我們不會因為有解決不到的問題就認為它是偽科學的嘛 同樣 占星即使我們說了很多解決不到的問題 都不代表占星就是偽科學 說了那麼久呢 我好像在這裡為占星辯護啦 但其實 我們要反對占星呢 必須要搞清楚反對的理由 用錯誤的理由去反對應該反對的事呢 其實是沒有比較好的 所以我才會長篇大論去解釋不少講法的問題啦 事實上 方間很多反對占星的講法呢 都是以上剛才那幾個講法其中之一啦 或者相似的講法啦 那我們是不是就是沒有理由認為占星是偽科學呢 智學家波佛教呢 就提供了一個分辨偽科學的框架 他認為呢 一個理論是不是偽科學呢 要考慮三個因素 就是理論本身啦 理論參與者的群體啦 以及歷史背景 簡單理解就是要綜合我剛剛才提到的所有問題 理論本身就是指理論要面對的問題啦 正如剛剛才所說 理論有問題是不充分證明它是偽科學的嘛 需要繼續考慮理論的參與者群體 要考慮的就是三點 第一 群體怎樣去解決所面對的問題 第二 群體有沒有重視所面對的難題 以及跟其他理論去對比 第三 群體有沒有積極嘗試確定或者否定的理論 除了這個理論群體之外 還要考慮那個歷史背景因素啦 要考慮那個理論一直以來是怎樣 deal with 一些不同意見的理論 還有當時有些什麼可以替代的理論 這三個因素綜合起來 才可以判斷是不是偽科學 聽起來好像很複雜啦 但其實可以簡單總結這個yes no question 去判別它是不是偽科學的 偽科學的判別標準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 一個理論是不是長期沒有進步 第二就是這個理論的參與群體 長期沒有發展理論去解決它的理論面對的問題 第三就是這個理論的參與群體 不會用這個理論跟其他替代理論對比 第四就是這個理論的參與群體 不會去解決怎樣實證 或者怎樣否證那個理論的問題 如果上面這四個問題答問都是yes 那這個就是一個偽科學理論 而尖聲呢 顯然就是四個都是yes的 尖聲的理論長期沒有進步 和幾百年前的尖聲其實是差無幾的 也沒有嘗試過發展它的理論來解決問題 就如剛才提到的歲差問題 而至更代不同的科學發展之後 不同解釋人性格同行為的理論都出現 無論是偏佛羅茲人的quantive function 還是偏現代心理學的big five理論 這些都是尖聲的替代理論 但尖聲的群體都長期不會關心其他替代理論 亦不會關心尖聲理論入面需要解決的問題 因此尖聲就是一個偽科學理論 大家會注意到我剛才這套判別偽科學的標準之中 關鍵就是在於進步progressive這一點 一套理論會不會被視為偽科學的關鍵就是在於進步 會不會為了解決問題而進步 會不會為了令自己解釋力比替代理論高而進步 會不會為了更加肯定自身理論而進步 而尖聲之所以是偽科學 就是因為尖聲的理論不會進步 其實自控因提出科學發展觀否證了可否正性之後 到底怎樣去分辨偽科學就是一個挺有爭議的題目 很多智學家都會提出不同的偽科學條件 都是全部幾乎都會認為尖聲是偽科學 而我之所以會選佛家這個標準作為本集影片的重點 就是因為他強調進步 現代不同的知識和理論都在不斷進步 很多理論為了克服新發現的謎題不斷發展 佛家的重點就是在於關懷進步的理論 去並棄固埔子風不會去解決新問題的理論 這個不單是科學的態度 更是現代人去面對不同的事情應有的態度 但隨著知識的進步諷刺地 很多人反而會擁抱那些故步之風的理論 就例如尖聲 相信尖聲其實就是代表著不進步的思維模式 都是這個社會面臨的危機 公眾對科學的進步缺乏關注 正如佛家所言 分明科學與偽科學之差異 是由哲學層面嘗試解決公眾對真正科學知識之乏視 隨著網絡很多不同資訊的流行 很多奇怪的原會的神秘學知識 反而大行其道 很大程度就是因為大眾對真正進步的科學知識無視 今天很多紐約反環保 尖聲陰謀論等等反智理論的流行 劇就是在於對科學知識的無知和忽視 而說到不進步的理論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到一個現代合法的編局 沒錯就是中醫 中醫其實就是一個大部分極度不進步的理論 現代的醫學出現之後 我們有雙盲、有藥理學 但大部分的中醫理論都沒有嘗試進步發展去解決藥理學的問題 去解決雙盲的這些問題 反而會否認中醫其實不用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中醫和信星座一樣是有問題的理論 我強調只是大部分 就是因為有小部分的中藥學是有進步的 例如2015年諾貝爾辛利華醫學獎得主陶友友 他就在中藥之中找到抗藥質的藥清禍數 而他用的方法當然是現代醫學的方法 他不是用傳統中藥的按鈎方法 但是上現傳的大部分中醫 都是不會接受用現代醫學的方式去檢驗他們的理論 反而就固守在古書古代的方法之中 但現代有很多人會很奇怪很愚昧地相信中醫 還會用那些 我阿姨看了中醫之後很有效 那些證據力度低過地殼的身邊統計學來說服自己 其實那些什麼自然療法 遮醫 順勢療法的按鈎都是一樣的 不過中醫這個話題就留待我 以後有機會再說 其實我早幾星期已經找了很多資料 準備大力去鞭撻中醫 這次算是鞭中醫的前奏 同時帶出進步這個分辨藝科學的方法 希望大家在這條影片之後 可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所相信的知識 反思自己相信的東西 有沒有發展和進步 還有提醒一下大家 片裏面有提到關於孔恩的科學發展觀 如果想知道可以看我之前科學之後的影片 有個playlist 就可以知道孔恩是怎樣否證了 可否證成科學的定義 最後記得多點留言 不知道這條影片會不會得罪一些星座忍 或者相信喜歡的觀眾 明明說真的愛好和平 是和平的使者 不會得罪觀眾 對不對 那以上差不多了 我是雪姐 現在逢星期二晚上八點鐘的影片 逢星期五十點 YouTube直播的影片 記得按個like comment like share三連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觀眾朋友 做那麼多like 還可以like我Facebook Facebook Facebook Facebook